大家好,咱们给伊隆·马斯克开一期节目 马斯克昨天见了我们的国家级领导人 是秦刚国委员兼外长 为什么说他国家级领导人呢 对啊 我们国家所有的部长 就是正部 都是副国级的领导人 当然副国级就国家级嘛 所以你说秦刚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我觉得完全是对的 完全就是名副其实了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秦刚 见马斯克 这种事情都会被拿来当一个新闻来说呢 对吧 尤其是那些反贼的频道 都会把这个东西 拿来当一个新闻来说 为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潜意识 或者说在他们没有讲出来的 那个理论里面 他就是觉得美国 美国跟中国就是不对付的 为什么你秦刚 对吧 你不是一直是 就像那个以前的那些外交的 都是狼派的那种 外交的姿态吗 秦刚我觉得他算是不太狼的 跟这个大家看到的 以前狼王立坚 对吧 这个驻法的那个卢沙野路大使 曼托斯特那个打人老生就不说了 秦刚呢算是不太狼的 他包括在美国做这个驻美大使的时候 也是一直尝试啊 再起到这个桥梁沟通啊 再起到这个弥合这样的作用 我一开始就说了 他的工作很难做啊 基本上这几年做下来的话呢 我觉得顺利的啊 你看这个过渡到了这个秦国伟的这个位置 我觉得就成功了吧 工作怎么样不重要了 反正就成功了啊 现在呢 这个如今换了这个狼派 基本功更扎实的这个谢峰啊 谢峰呢 以前就是腹部 他呢 说实话 他可比秦刚要狼的多了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叫 Sherman 对吧 有一个叫这个谢尔曼的一个 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 当时到到这个想到北京来 但是呢 没让他来北京啊 来的是天津 而且呢 他想见的是当时的这个王国伟啊 兼这个外长 但是呢 也没让他见王毅啊 让他就是见谢峰 挺不高兴的啊 这个都已经来了中国了 对吧 你看最后离北京啊 还差出几十里地啊 就是最后不让他见 而且最后好像见王国伟也是视频吧 因为因为王毅当时好像就在北京 就是走流程啊 先见谢峰 见完谢峰以后 再见这个王国伟啊 反正当时整个谢峰的这个 几次吧 场合出来的这个发言啊 说句实话啊 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话呢 这个见地不凡啊 这个每一句话 坑枪有力啊 而且呢 这个刀刀啊 都戳在你的这个最痛的地方 所以呢 他如果是这个真的啊 就是火力全开的啊 去这个怼美国人的话呢 我觉得比赵立坚要强一百倍啊 赵立坚的这个 不说了吧 不说了吧 赵立坚这属于特殊情况 咱们就不说了吧 咱们还说回这个马斯克啊 我那是觉得就是那些这个贼的那些频道啊 特别有意思啊 觉得这个马斯克见秦刚 都属于一个这个可以拿来这个发挥的一篇这个作文啊 说实话啊 我是觉得你就算是拿了这个狗粮的命题作文 其实也可以有不同的题目嘛 大家都是挑着同一个题目在那这个做文章啊 显得就太刻意太傻了 你可以对吧 那这个人骂这个那个人骂那个吗 可以这个广泛这个开花吗 为什么大家都要骂同样的东西呢 难道这个反贼的这个圈也那么卷吗 马斯克呢 这个有人说啊 这个一个卖车的老板啊 此言差矣啊 马斯克可不是一个卖车的老板啊 车呢 这个Tesla只是他这个生意的三分之一吧 他的目前是三个身份 一个是星链对吧 Starlink啊 这个是NASA的这个工程 还要接着往下做的啊 包括推特 推特现在老板也是他 然后呢 当然有自己老本行就是Tesla的这个 包括在上海的一个超级工厂啊 而且已经把这个做电池的啊 一个这个超级储能工厂也是放在上海 因为在上海的尝到了甜头 而且尤其是尤其是十个月的时间吧 当时 都像Tesla这种项目啊 是 是属于是 不多的啊 他是关系到整个的这个国家战略发展的规划的啊 所以说很快就给了这个最好的待遇 最好的这个配合 人才工人什么都给你啊 十个月的时间 十个月的时间 一辆车就直接就下线了 当时马斯克是激动的还跳了一个这个挺骚的一个舞嘛 对吧 在舞台上啊 非常得意啊 人生得意 虚跳舞 然后呢这个因为对Tesla在上海的这个成功啊 一直是非常的怀念啊 一直是想到这个就就很高兴啊 所以说一直想在中国再来一个啊 但是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以现在的中国政府啊 呃 再要给你这种这个 像当年 就是李强把Tesla引进来的时候啊 给的那么配合的 可以说是这个 就有些东西就是半买半送的啊 那么便宜的租金对吧 钱我就借给你啊 公认邮帮你招好 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中国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自己已经开出花来了啊 比亚迪到现在为止 我之前节目就说了啊 所有品牌的汽车里面啊 第一名 而且你去看看中国其他几个品牌 对吧 也在前十名里面有位置啊 中国现在自己推的是这个 未来理想小鹏嘛 所谓魏晓李嘛 主打这个三驾马车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牌啊 在上海其实也有人开啊 你要知道这个推新能源汽车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你国家的这个支持要足够啊 一党专政啊 因为不是一党专政啊 他这个钱就拨不出去啊 必须是一党专政说了算的 你只要是搞民选 那我跟你说就糟糕了啊 他这个只要让大家一投票 那肯定说是你你是支票发下来 还是说这个你们家门口建两个充电桩呢 那当然是支票发下来嘛 因为所有的社会永远是穷人是多数嘛 对吧 90%永远是穷人 你是比如说你是像这个大量的中国移民 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 看到这个这个城市啊 你所生活的地方 他的激进也能够慢慢的改善 不要说跟中国比 你就是一块地方一块地方慢慢做嘛 对吧 你只要愿意做的话 你整个的城市的面貌 总会一点点改善啊 但我跟你说 这个在国外是不可能的啊 没有这个可能性了啊 就是 其实说白了都是演戏啊 就像那句老话讲的嘛 就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对吧 政客在台上 他就是在演 有些人对中国的这个仇恨演的 你看那个蓬佩奥对吧 其实说句实话 没把他这个放上黑名单的时候啊 他就私下里面就跟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还可以啊 放上去以后的话 当然就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包括你看这个有些人 这个今天他能跟你说这个是如何如何的爱国啊 或者是今天他这个私下场合啊 跟你说这个共产党如何如何的不堪啊 改改到明天啊 台上那么一仗啊 哎我跟你说啊 就跟一个这个 就跟一个这个公知啊 就跟一个那那那那种做报告的啊 那个姿态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你说那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司马南老师嘛 对吧 前脚还在反 还在自己啊 还在练这个气功啊 突然之间呢 他这个把裤子一穿啊 他就开始这个变成反气功的了 有人说你怎么你怎么这个造谣啊 说人家裤子一穿什么意思 人家没穿裤子嘛 一点不造谣啊 大家去去打听一下啊 包括在这个徐晓东以前的这个视频里面 他也说过啊 当时司马南老师就是站在房顶上啊 吊着几块砖头 怎么吊着大家自己想吧 就练他的这个功啊 对吧 练着练着呢 反正就最后就就变成这个反气功的这个大师了啊 就是这么个祸啊 先不说他吧 咱们还说回来啊 还是还是说Tesla Tesla呢 说句实话最近几年啊 在整个中国的这个风水啊 属于是比较不顺啊 你说他的刹车是不是有问题 呃 我只能这样讲啊 这个 就像你在 经历这个 18年的香港的反送中的这个事件一样啊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观感是分成三种 第一种你在香港生活的人 你接触到的这个这个普通的民众 对吧 和你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只在新闻里面看的人 这个观感是天差地别 第二种 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或者是海外啊 但是你听得懂粤语 那么你看到那些人喊出来的东西 你看到那些人叫出来的那些口号 采访的时候说出来那些话 你又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第三种 没有去过香港听不懂粤语什么都不知道 只看中国大陆新闻 那你会怎么想 我就不说了 对吧 我是觉得任何的事件啊 反正我是这个习惯 我会自己去求证消息一手的这个来源 只要我愿意去 关心这个事情的话 我会去求证了 当然可能也跟我自己开频道做节目有关系 基本上呢就是不可能是媒体里面说什么我就会信什么 尤其是现在的媒体啊 很多媒体的话说句实话啊 呃连标题都不是真的 里面内容就更不要说了啊 你看待tesla的这个车的质量 其实也有几种观点 一种是自己开过的 对吧 或者自己自己的车就是tesla的 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做过别人的汽车啊 但是没有自己开过啊 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你买的是以前的比如说Model X 他不是后来的这个Model 3或者是Model Y啊 为什么我要这么分呢 大家自己去打听一下吧 这是两个档次东西 Model X和Model 3 Model Y 两个档次的车不一样 你看后来这个大量出问题的啊 Model 3 Model Y啊 属于他这个价位里面比较中低端啊 但中低端其实也卖的死贵了啊 他明明就是我觉得卖他一半的这个价格都都是我我都嫌贵的一个汽车啊 但竟然能卖到那么贵啊 对标的应该是奥迪A4吧 反正这个这个我是觉得他的这个汽车呢 你说有没有一些问题有的 但是你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吧 是用的是什么的这个材料采购来拼起来的一个汽车啊 你得这样去看啊 而且呢说句实话啊 你说任何的电动车都有问题 包括电池的啊 包括他整个操控系统的 包括芯片的对吧 而且最终来说的话呢 说句实话啊 我觉得芯片汽车走到今天这一步啊已经是发展已经是晚了 其实以人类的这个对科学文明的探索的能力来讲 早就该突破了 只不过有些那个有有些有钱的一些中东的一些大佬 什么什么的王子们 他把那个那个专利一买啊 比如说你电池搞了一个新的一个专利突破 我把那个东西一买买完以后干嘛 我直接就放我保险箱啊 你新能源电池突破了我将来这个汽油卖给谁啊 对吗 我的这个石油卖给谁啊 我当然就是能拖你多久 我就拖你多久嘛 对吧 拖到我孙子都有花不完的这个钱了啊 那么到时候的话呢这个就够了啊 但到时候其实也不够啊 没有人会会闲这个钱会够啊 其实以人类的这个聪明才智呢 我是觉得这个电池啊 早就突破了啊 只不过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真相 可能是大家不知道的啊 Tesla的话呢 最近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可以说吧 到了一个这个就是你做那个过山车一样 慢慢的那好像是在往下走嘛 但是呢这个我们目前的这个口号啊是大外交之年 而且中国今年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我一开始这个年初的时候我就说过嘛 一个是金砖上河的扩容啊 一个是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包括呢你对其他国家来讲啊 欧洲也好 包括美国啊 包括其他国家也好 哪怕就像印度这种国家也是一样啊 我们其实都是欢迎的啊 包括投资啊 包括我到你那里去 其实都是欢迎的 尤其是你到我这里来投资啊 我觉得以目前的中国来说是尤其重要吧 你看一看这个今年的这个毕业生 我的数字一看啊 这个比以前都要多啊 高考的这个好像人数是1291万啊 意味着呢 这个更多的人这个一定会啊 变成那种怎么讲呢 就是变成那种这个几年以后吧 变成那种这个刚毕业就失业的人啊 并不是说故意啊 好像要让大家产生焦虑感 而是呢我想说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目前的这个已经是步入老龄社会了 我觉得就不要回避这个话题了啊 你说这个最大的问题生不出孩子啊 对吧 生存的这个压力啊 然后这个工作的这个人群 没有办法去养这个越来越长寿的啊 这个老人已经养不起了啊 更不要说等你老了以后啊 谁来养你啊 这种东西呢 没有必要过度的咱们去把它放大去看啊 但是呢 不客气的说一句啊 我是觉得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呢 确实是已经连续挺长时间啊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失业率一直20%以上 挺吓人的 说这实话挺吓人的啊 而且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任何的这个有钱的那些资本家们 所谓的资本家们啊 不会有人去投资了 能不投就不投 能不扩大生产就不扩大生产 对吧 除非你真是啊 人中的龙凤啊 但是这个人中龙凤这个怎么来理解啊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就比如咱们习大大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 那些老板都是自己人 这个话对不对 当然对啊 当然老板是自己人 难道有疑问吗 但是他有一句没讲出来的话 就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自己人 这样一讲大家都就理解了吧 所以呢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当然 国内的这个民营企业的投资啊 他一定会萎缩的啊 比较的不敢 因为你从一个慢慢的低谷 你要爬起来 其实需要信心重新的建立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所以有一些这个外资 尤其像Tesla这种啊 他愿意来是最好了啊 当然目前的话 在中国这个市场也是打的也是很热啊 还有呢 我是觉得本来啊 这个马斯克最早传出来想见的 是咱们的国务院总理啊 李强 当时呢 还是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啊 这个就是他把这个Tesla引进了嘛 对吧 然后自己掌握了技术以后的话呢 这个靠着电池上的优势啊 可以说目前已经是这个 不说一家独大吧 已经是实现了这个换道的超车啊 所以呢 这个Tesla呢 我是觉得他还希望能够在中国有一个 有一个接着能够让马斯克啊 这个保住啊 世界首富的 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吧 他还想还想再捞一票啊 但是呢 我是觉得 嗯 应该还是会有一定难度啊 因为将来的整个的这个新的人汽车的市场就会很细分 Tesla的话呢 基本上我觉得他和这个买车的这个受教育的程度和买车的这个收入吧 我觉得应该是成正比的啊 基本上如果你是呃 反正我认识的人啊 这个好像混的都还行的人 没有人骂过一句Tesla的 我认识的人里面啊 当然可能这个每个人看到的听到的不一样啊 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啊 就是我觉得那些混的还OK的啊 没有人会骂过一句Tesla怎么样的啊 因为说句实话 其实每个汽车都有自己的这个故障率 对吧 Tesla的话呢也一样 你国产的品牌其实也一样 只不过啊 你现在从这个 从这个说的好听一些啊 叫做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这个角度啊 你当然会把有些东西放大了啊 但是咱们将心比心的说啊 这个 我觉得还是和一个人的见识有关啊 当然你说国家的心理其实要不要发展要的啊 所以我说将来的市场会细分吗 你像那些这个BYD啊 可能就是比较这个收入比较低的人群啊 他会考虑买这车啊 当然也和这个电池会 电池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升级会有关系的啊 因为还是要解决一个充电速度快 而且是就是续航能力强的问题啊 但是还有一个安全性 能确保这几个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啊 还有呢 你看这个马斯克呢 这个为什么他 不顾啊 好像美国整体的这个对吧 跟中国制造的紧张气氛 那很简单吧 目前你是对吧 目前你是Jobiden Jobiden民主党跟马斯克一直关系是不太好的 对吧 出了名的不好啊 很多的这个 一些老板啊 你像这个Gate啊 什么Warren Buffett啊 其实都跟这个民主党关系是不错 但是呢 这个马斯克呢 这个是个例外 马斯克因为跟川普的关系很好啊 他比较喜欢是Donald Trump啊 所以他一直是把这个推特买下来 大家就说嘛 Donald Trump 应该回来了啊 我我估计他会的啊 他会的 只不过就是现在的这个 选情的这个舆论战 还没有开始打啊 等开始忙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的啊 马斯克呢 这个他就是出于这个给你拜登难看的角度啊 我觉得他也要到中国来啊 但是呢 其实他心里面算得很清楚啊 因为别的不说吧 我觉得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 包括你看 买了一个这个社交媒体 对吧 往天上的这个发的火箭 发的人造卫星啊 Starlink 然后呢 这个又是做新的那边汽车啊 其实差不多的事情吧 这个几年前 中国有另外一个姓马的人 也做了差不多的事情吧 啊 早早的买了这个南华早报啊 就是阿里 把这个南华早报早早就买下来 也是舆论宣传的一个需要 对吧 包括呢 你说这个 魏小李里面啊 有一个就是阿里在投的啊 包括你说这个做的是这个天上的这个事情啊 当然是国家的力量啊 但是阿里如果你真的给他放开的话啊 那我觉得他的这个这个宏愿啊 也是星辰大海的啊 很可惜啊 就这样的人的话呢 身在中国的下场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啊 不说了吧 捷克马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我想说这个 马斯克的这个在中国啊 我觉得 呃 Tesla呢应该还是会有市场啊 因为 即便是在国内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心里面 还是还是很清楚的 不会因为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对Tesla就如何如何啊 因为说句实话啊 你说这个骂美国人天天有 对吧 难道你Starbucks就不喝了吗 你肯德基麦当劳也不吃了 不可能吗 对吧 你说饺子好吃 饺子好吃天天吃吗 所有中国人都爱吃饺子吗 我跟你说相比饺子 为什么你看饺子过了长江以后啊 就少多了 那个就是北方的一个食物嘛 过了长江以后的话 那就是馄饨 对吧 有叫云吞的 有叫肉燕 有叫扁食 各种名字啊 我上一期节目还说了上海夏天 冷馄饨 对吧 冷馄饨啊 人间美味啊 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南方 在南方那些地方 那就是你直接比如说你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云吞面 云吞面 如果你再让这个老板 再给你一份牛腩 再来一点酸菜啊 同时满足你四个愿望 那比你干巴巴的吃一份饺子要好多了吧 对吧 再比如你说这个北方 北方的这个炉煮 北方的炉煮不是每个人吃的惯 但是如果你到了南方 它的萝卜牛杂 我就问你爱不爱 好像我认识的 没有一个不爱吃这个萝卜牛杂的吧 就是好吃啊 对吧 当然这期节目怎么说 怎么说 说的时候就说到吃的了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 最后结个尾巴好吧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马斯克呢 这个他还是会保持啊 起码是最近几年吧 我觉得还是会保持 只要是民主党还在台上啊 他一定会保持跟民主党是 步调很不一致的这个姿态啊 本身的话呢 既是给他的这个 给他的生意啊 能够铺路 同时的话呢 也希望中国啊 不要那么痛下杀手啊 有的时候也是稍微卖个 怎么讲的就是就是卖个面子吧 就是不要一天到晚的这个对吧 有一个什么刹车的事件 有个什么事件啊这个 但我看他倒还好 他关于这个每次Tesla出的这个事情啊 没有好像不怎么缓嘴 他不像有些老板啊 喜欢缓嘴喜欢跟人吵架 你像那个360的那个周鸿毅 对吧 最爱吵架的就是他啊 马斯克我看基本上的这个 还属于一个 各方面的这个修养还不错的一个人啊 不说了吧好吧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并不怎么爱看他啊 反正我对马斯克印象还不错 我对那种天才的这个老板啊 印象都还不错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人都该有的这种判断 好吧 跟大家这个啰哩巴嗦就聊到这边 欢迎大家看完以后的话呢 把你想要告诉我 好 那么这就到这 谢谢